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法支援 濃耗濃漫咯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 Go 對戰聯盟 集聚一堂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第十九季對戰聯盟即將在9月4號劃下尾聲 不知道玩家們是否都已經順利攻頂 還是已經達成自己的目標 已經在為下一個賽季而做準備了呢 然而老樣子 在介紹新賽季之前 我們現在回顧一下 到底第十九季發生了哪些事情 然後說第十九季發生的事情 大家認為比較重要的 總共有六個項目 那第一點的話 是每一季基本上都會發生的 也就是招式改動的部分 不過上一季雖然改動了很多招式 也有很多角色獲得新招式 但是我們並沒有強烈的感覺出 哪一隻角色 或者是哪個屬性 因為上季的改動 因此而崛起 那如果要說比較有印象的 肯定就火爆壽了 獲得雷劍拳之後 兩個燒技能夠出一招 甚至能夠跟大力兒掰個手腕 也算是蠻強的 而四二周盟的話 丹尼在開賽季也有介紹到 感覺是蠻有趣的啦 但使用性還好 但算是丹尼比較有印象的兩隻角色 那不知道你認為上一個賽季 招式改動之後 哪些角色變強之後 丹尼是忘記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幫丹尼回想起來 那再來的話 是跟著大活動 GO FACE一起登場的 耐克羅芝麻 黃昏之中 以及輔效之意 這兩隻的話 靠著TZ以及屬性的招式 直接橫空出示 統治了大世界盟 所以對於常打大世界盟玩家 適應這兩隻角色 是你攻頂的必經之路 雖然這一季丹尼攻頂的陣容裡 並沒有他們 但中途有玩過 感覺還是蠻有趣的 以強大的實力著稱 應該不少玩家們因為他們而課金了吧 那除了耐克羅芝麻之外 在第十九季還有登場幾隻新的角色 像是瑪夏多 以及一家屬 但是這兩隻的實力 其實在十九季發揮起來算是一般般 那我說裡頭比較有趣的是 一家屬這隻角色 觀看率竟然達到兩萬次啊 雖然對戰實力欠佳 但是淘寫的外型 可能還是吸引得蠻多玩家們喜歡進行觀看的 至於瑪夏多的話 則是在下一季 將會有突襲的實力的提升 考量到他能夠壓制了超假狂騎變強的情況下 我們在下一季 可能會把他拿出來再次拍片 那麼除了GOFACE的活動之外 在第十九季 要說丹尼最印象深刻的活動 肯定就是超級路卡利歐的團體戰日 那一天的話 我們在台中的823公園 跟著大家一起抓寶 結果最後官方竟然出了BUG 反倒把他的綠卷全部還我們之外 還讓我們隔天多打了好幾場 所以成本的話 也就有時間的部分 讓我們跟那幾天可以說過得很開心啊 加上路卡利歐除了超進化 能夠當作最強格鬥系打手之外 他本身的發進 也能夠在對戰中使用 整體的發揮性質 也算是不錯 這也讓丹尼對於這次的活動 給予非常大的讚賞啊 然後再來的話 則是第十九季 有三個月嘛 每一個月都有社群日的角色出來 分別是年魅龍 麻麻鰻魚王 跟西斯海人 離頭的話 雖然麻麻鰻魚王 不論是外型或者實力都不太好 但是年魅龍跟西斯海人 確實在這次社群日獲得新招式之後 實力提升幅度非常明顯 在對戰裡非常的好用 比起上一季來說 這次的社群日比較實用一些 再來的話 則是2024 WCS在夏威夷的世界大賽 我們跟玩家們一起度過了三天的直播 親眼見證的香港代表葉凱在這次獲得世界冠軍的殊榮 整個過程可以說是非常熱血啦 所以玩家如果對對戰有興趣的話 想要在明年當作代表出國比賽 也能夠從現在開始努力鑽研對戰 說明下一個世界冠軍就是你 那以上的話 就是當你認為第十九季比較重要的事件啦 感覺時間也過蠻快的 一眨眼就過了三個月 而每一季都很忙碌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有自己設立一個目標 就是至少要公定 那我們也在WCS賽斯的活動期間的對戰日 有直播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使用的陣容 並且順利公定成功 也算是有達成目標 那因為近期都是用小號來測試角色 不過小號也算是蠻爭氣的 至少也有爬到R23 整體的成績當然也認為還算是可以啦 那麼結算了第十九季的過程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今天的重點了 也就在討論一下第二十季的一個狀況 首先的話 第二十季將會在九月四號的清晨四點 到十二月四號的清晨五點期間 同樣會維持三個月 那玩家也要注意 你在新賽季要打開對戰聯盟之前 一定要把星星碎片給開起來 畢竟這次的寂寞獎勵 才會開啟畫面的對戰中取得 如果你跟丹尼一樣是R24的話 將能夠領到20萬的星程 但是如果你開星星碎片乘1.5倍 將會變成30萬 中間的落差可以說蠻補的 不要忘記要開星星碎片喔 然後第二點的話則是訓練家的購對戰聯盟級別 將會全部重來 所以並沒有保底 所以玩家還是要從0開始打起來 我們持續往R24邁進 第三點的話則是級別提升的需求 跟上一季相同 所以說玩家如果從R1開始算的話 到R20之前用勝場的方式 至少要拿下75場的勝利才能夠達標 接下來用分數的方式計算 追蹤的R24則要3000分 跟我們上一季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再來的話是當然認為很多玩家 都會把它當作目標的 購對戰聯盟限時挑戰入場券 是以勝場數的方式能夠獲得更多的道具以及支援 對於不課金的玩家來說 這個支援確實也是蠻補的 不過對於時間比較不夠的丹尼來說 其實每次要把這500場打完 難度可以說非常高 所以說每個玩家的目標都有所不同 是否要努力完成這500場就量力而為吧 那再來的話則是今天影片的重點之一 就是購對戰聯盟集聚一堂賽季中 我們這一次的賽程表 那跟每一季相同的地方在於 都是以三大聯盟為主軸進行分配 第一個月的話算是比較常態性 分別是超結盟、高結盟、大C盟跟三大聯盟 但是在第二週的時候 不同的地方在於 我們在十月底的時候 將會迎來萬聖節的關係 所以三大聯盟在這邊延後了一個禮拜 改成了超級旅密石跟萬聖節的超級聯盟 裡頭的話 新陳四倍的獎勵在這一周是沒有的 這個獎勵將會延後到三大聯盟這一個週 也就是十月三十到十月六號之間 然而在下一週之後 會是大十聯盟的紀念賽 然而紀念賽建立在大十聯盟身上的情況下 四倍加成的獎勵在這一週也是有的 感覺官方對大十聯盟的玩家都非常友善啊 都會給予四倍的新陳 算是喜歡打大十聯盟的玩家的小小福利吧 然而在十月份 唯獨只有高結盟跟抑制盃那一週是沒有四倍新陳獎勵的 高結盟的玩家們算是比較辛苦啊 然後最後一週的話 除了大十聯盟之外 還有數成杯的超級聯盟 算是四大聯盟的一個組合 這也就是二十季每一週的賽程活動 然而裡面還是有一個值得注意的 就在右下角的部分 這一季的話 購對戰週末 將會在十月二號到十月三號之間 每一天將可以對戰一百場 然而在活動期間也有限時調查 能夠獲得這一次主要角色 歐尼奧為設計靈感的鞋子換裝道具 玩家如果不常打對戰 想用更短的時間獲得道具 也能夠記住這個限時調查 至於排除二十季的三大聯盟之外 其實還是有蠻多的特殊賽事 像首次登場的賈樂盃 分成迷你版跟超級聯盟版本的 那我們賈樂地區的玉山家的文章 或者影片都已經介紹完了 玩家們應該了解到 不論是體質或肇事 確實在朋友的賽事裡比較難發揮 所以賈樂盃是否能夠讓他們生存 到時候應該會拍影片再來介紹吧 至於其他有好幾個都會介紹過 像超能力盃 陽光盃 萬聖盃 大師紀念賽 復古盃 以及速成盃 這邊我們就放上日期跟參賽的條件 提供給玩家參考 不過裡頭還有一個全新登場的是意志盃 意志盃的話這次在CP15的情況下對戰 能夠使用的寶可夢分別是格鬥 從利息跟二息 感覺算是一個蠻有趣的賽事 到時候我們會介紹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特殊賽之外還有一個值得坦的地方 就是超級的盟旅密斯 跟過往相同會禁掉上一季R21以上 玩家使用的前20名出場機率高的角色 然後出場率高伴隨著堅強的實力 確實是第19季非常強的不可忽視的前20名 不過哪裡認為其實也不用禁那麼多啦 畢竟這一次的招式改動 很多角色在實力上都有所下降 離頭20隻僅剩下9隻維持著依舊的實力 這一次我們也能夠感受出 假如是主流強勢的角色 都逃不過被下修的命運 假如進入利密斯也代表你即將要被下修了吧 所以目前存活的9隻角色就珍惜著用吧 說不定在過幾個賽季 他們會再被砍一刀也說不定啦 好那在看完賽程以及賽事之後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捕捉獎勵 首先我們看一下上季的一個圖表 分成為進階的時候以及獲得連勝的時候的捕捉獎勵池 而來到20季之後 這邊捕捉獎勵有很大的變更 進階的獎勵除了R24的摔角皮卡丘之外 全部的5隻角色都變化了 改稱加勒庫面具 鬼師通 心靈寶 快龍 兩技龍 而捕捉獎勵池的話 R1則變成果然翁 功夫佑 以及毛便揚進行串位 R6部分的兩隻角色則維持相同 但R11的話 R11的角色都有所變更 分別是泥巴魚、小木靈跟烈陣兵 R16則是全部洗牌 變成洗碎第七位扭拉、頭蓋龍以及盾甲龍 那玩家如果想在對戰的獎勵裡 遇到傳說寶可夢 在R20以上的捕捉獎勵池 將有機會相遇 不過機率很低就是了 至於分數的2000分 則遇到心靈寶 2500迷你龍 2750 則是兩己龍 所以這也就是第二十季捕捉池 能夠遇到的寶可夢 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然而除了寶可夢池的獎勵之外 打對戰玩家們最終極的目標 肯定還是每一季的姿勢了 那這一季的主角 將會是寶可夢盾裡面 身為碩船競技場的道館主 歐尼奧 他算是加熱地區幽靈屬性的專家 也伴隨著10月份即將到來的萬聖節 官方可以說挑選了一個非常應景的人物 那同樣的達成R21、R23的時候 都能夠獲得相關的服飾 但玩家如果想要獲得他的姿勢的話 肯定還是以R24為目標 所以這一季我們也持續努力吧 然後官方在這一季 依舊沒有講到晉升獎勵的厲害券 但是依照過往的狀況來看 應該還是會在R19的時候拿到一張厲害券 而結算的時候會再拿到一張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當作有吧 到時候再來看看 好那新賽季的基本活動講完之後 接下來要講招式大改動了 不過我們在這間影片中 基本已經把它講解完了 並且在目前的狀況 發現國外的模擬網站 也還是維持著原來的數據 所以沒有在重大改動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不會談到這一塊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了解到這一季 改動招式部分的話 可以參考之前的影片 裡頭的話都有非常詳細的講解喔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伴隨著新賽季的到來 我們回顧第十九季發生的事情 並且展望這一個新的賽季 總讓我們感覺時間過得非常快 之前很強的角色在這一季 不見得那麼好用 但是我們還是要適應一下 才有辦法在這一季 順利的攻頂 拿到這一次的新知識 依舊是我們放眼 新賽季到來的最大目標 那麼不知道你對這一個新賽季 有怎樣的看法 也會在底下留言跟丹尼一起討論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 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 見